卡車開進工業汽體廠 員工忙著將汽體填充進鋼瓶 再上貨車準備出貨 但接下來 一名男子在鋼瓶上貼標籤 這些貼紙既然全是未造 都是自行列印的合格標籤 台中這家醫療汽體公司 遭到離職員工爆料 涉嫌將工業用的氧氣 灌入醫療用的氧氣鋼瓶中 再賣給中部上百家的醫療院所 大賺黑心錢 以10公升的氧氣鋼瓶計算 醫療用的氧氣成本高達130元 但工業用的氧氣成本只要9.2元 兩者相差14倍 工業氣體用醫療等級出售 一支鋼瓶售價高達300元 等於現賺暴力30倍 工業用的氧氣純度 完全比不上醫療用氧氣 使用醫療用氧氣的患者 大多病情嚴重 吸入不純的氧氣 導致病情惡化離世 家屬根本無法察覺 工業用氧氣使用範圍廣 包括鋼鐵 電子液 化工業等等 但怎麼能和醫療用混為一談 台中市實安處也接獲檢舉 立刻派人前往稽查 認定這些醫療用氧氣是為藥 要求在期限內回收這些氣體 否則將處最多500萬元罰還 更面臨最重10年以下刑期 有混用工業氣體的嫌疑 總計有29瓶 黑心氣體混沖當醫用 最終人逃不過法網 藉由曾偉强 您為民陳時報台中南投報道 男子跳繩團體賽正在決賽 一整排選手狂跳 觀眾席突然砸下來兩瓶水 差點擊中選手一次惡意擾亂比賽 水瓶從三米高狠砸下還不是空瓶落地超大聲 離譜的是丟水瓶的疑似是其他縣市的家長 其因是不滿繩子有問題 高雄隊跳到一半繩子突然斷裂 不只這樣繩子跳著跳著居然神奇變長 逼得拉繩選手不斷後退 但又繼續變長 已經直接靠到牆壁 最後繩子長到甩不動 網友驚呆好扯喔 這繩子確定是比賽用的嗎 哪有繩子越跳越長的 更覺得家長憑什麼亂砸人 明顯是道具有疏失被判定要重新跳 其他縣市家長覺得不公平 居然朝隊伍丟水瓶還大喊抗議 大家都很激動 不是我們 是隔壁家長 警察也不過去問是不是他們 宜蘭的隊伍希望說能夠再重賽 但是各縣市都認定說 因為你已經比完了 成績都出來了 所以不認同他重賽 有一點情緒反應了 就丟了水瓶 宜蘭隊想重新跳被拒絕 疑似家長亂出氣丟水瓶 全民運意外不止一場 連運動舞蹈也有人丟水瓶鬧場 教練還被砸傷 參賽選手幾乎都是小朋友 家長卻給了最壞示範 鄉行車開出十字路口沒有紅綠燈 現場車來車往駕駛不敢開快 但這時一台機車衝出 攔腰撞上機車倒地 騎士卻瞬間站起 可以這樣子很自然的站起來 可是我被撞是整個倒下來 車都開到一半速度也不快 還是被撞 有人認為騎士是有意為之 因為同一個人騎同一台機車 在忠孝路的另一個路口 蹦 又被撞傷 好像感覺上有心理準備 然後隨時跳車 人是好把武傷的 他們發現騎士從今年1月開始 到10月間總共發生了 四起騎機車被撞傷的事故 怎麼那麼巧都在忠孝路口附近 只以騎士根本故意 車禍的機率也太高了 他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意圖 還是什麼 有人家畫面PO網說騎士 每次都揚言若不賠償 就要提告意圖 詐領和解金也提醒用路人 要閃遠一點 本分局目前尚未接貨報案 但以調閱相關路段事故紀錄分析 警方表示目前還沒有找到證據 證實騎士是故意製造車禍 以詐取財物 但他們會持續追蹤 教授維祥通過日在景城南投採訪報導 綠燈亮起女騎士起步慢了一些 後方垃圾車超級猴急 催油門往前猛力撞上女騎士 撞上的瞬間機車被卡住 連人帶車一路往前推 女騎士摔倒险些被車輾過 橫躺車前 新北系指的女騎士差點 就被民間垃圾車輾過 但在另一頭土城 單車騎士不是差點 而是直接被撞又被輾 單車騎士騎過斑馬線 駕車完全沒禮讓 第一台先撞上 將騎士擊落 緊接著第二台瞬接 把人撞過 單車騎士被撞又被撞 在輪下發出慘叫 而在新竹里長 在學校附近只會交通時 被家長故意衝撞 那就是故意撞我啊 休旅車試圖開進徒步區 里長伸手制止 駕駛硬是往前開 故意衝撞 也讓他知乎 又夠可惡 將進入中心 城中部綜合報導